大家好,这里是东海小手的第二期教程 本期教程呢,来教大家制作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双重曝光效果,如图所示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来开始制作吧 首先,我们准备好人物头像的素材和背景素材,一个森林 我们新建一块宽度为2000,高度为1500像素的横向画布,点击创建 由于白色的颜色太单调了,我们给白色的画布加一点颜色 创建一个橙色调整图层,选取一个蓝灰色的颜色,点击确定 我们把人物的这个头像素材拖入到图层的最上方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由于这个人物的背景比较简洁,比较单一 我们就用魔法工具来选取人物,把人物给抠出来 抠的时候也要仔细一点 好,这样就把人物给选取出来了 点击鼠标的右键 语化,我们给五个像素的语化 点击确定 然后点击图层1,按住Ctrl加J 把人物给复制出来 把图层1的小眼睛给关掉 让人物的素材就给抠出来了 然后再把森林这个素材 拖入到图层的最上方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我们可以降低一下这个图层的不透明度 看看位置是否合适 再微调一下 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然后再把图层的透明度给调整回来 OK 我们在最上方图层和第二个图层之间 按住键盘的out键和鼠标的左键 创建一个点前模板 然后把模式调整为亮光 这个模式的话 你们可以试一试 看哪个模式能达到你们所想要的效果 这就是最合适的 好 我们在图层3上 添加一块图层模板 点击图层模板 然后我们选择画笔工具 清晰色是为黑色的 把画笔不透明度调整为50% 流量调整为50% 用画笔把人物的面部给轻轻的插出来 好了 我们这种人物的双重曝光效果 基本上就做出来 我们为了增加图片的艺术性 我们可以加几只飞鸟 进建一个透明图层 选择我们事先安装好的飞鸟的画笔 把飞鸟画笔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和合适的大小 可以多选一些飞鸟的种类 好了我们这个双重曝光效果的照片就做好了 过程上可能稍微有一点复杂 不过相信聪明的你们 多练几次应该就会做了 本期教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